刘德华女儿刘向慧出生后 刘德华就为他买了两亿港币的豪宅 为了不让女儿曝光 每次带女儿出门都是坐私人飞机 另外刘德华还有一年豪至五亿 请十个保镖看护女儿 但是刘天王还是不放心 他对女儿的保护滴水不漏 一直不让女儿出现在镜头前 直到近几年 他才偶尔分享自己的亲子时光 外出时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才带女儿不再躲避镜头 刘德华可谓是出了名的爱女 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毫无人性的操作比比皆是 当年在妻子朱丽倩怀孕时 她便购入一栋价值1.6亿的豪宅 为了安置妻子 而在新居装修的同时 她又赤资1.1亿 在美福曼克顿山再购一套房产 用于妻子坐月子和女儿出世后的居所 朱丽倩怀孕生子的每个阶段都要换豪宅 而在女儿出生后 党媒更加疯狂的想拍到刘天王女儿的第一面 所以她家豪宅外总是站着无处的狗仔 为了防止媒体曝光妻女她一度搬离豪宅 而再以14万每个月 在奸杀嘴租下酒店式管理公寓 在女儿成长期间 光是保姆就请了三个 还有四个保镖 24小时巡逻 随时待命 但这些人并不足够让刘天王放心 她后天增设10个保安和数台监控来保护家人 仅仅在女儿出生的第一年 刘德华就花了5亿多 这手笔连素八卦的港媒都不得不承认 刘德华疼女儿是疼到骨子里 但她并不教惯女儿 多数明星子女都要上这几十万一年的所谓贵族学校时 刘天王却为了让女儿拥有快乐的生长环境 选择了只要每个月不到4000块的平价幼儿园 但尽管如此 平价也是她面试了香港多家幼儿园 精心为女儿挑选的结果 而2018年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 刘德华低调一点 坐在家长堆里 刘相会是刘德华年过半百得来的女儿 而自打女儿出世 刘德华豪志武艺保护女儿安全 为了保护不让记者拍照女儿 刘德华豪华一亿购入顶级豪宅 同时聘请了三个家庭保姆和四个私人保镖 全天候照顾女儿 二媒体报道 豪宅内装了14部空气清新机 避免宝贝女儿吸入浑浊的空气 之后刘德华又花了4亿购买了私人飞机 方便收工后随时能回家看女儿 而在她三岁时 刘德华花了2亿购买了一架私人飞机 登记在了女儿名下 到四岁生日那年 刘德华更是买下了一栋两亿的豪宅 作为生日礼物 她爱女如命可谓是出了名 曾在节目中问小S哪里的衣服好一些 小S说法国 没想到第二天 刘德华就被拍到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到法国去给刘向慧买衣服 刘德华爱女如命 完全因为这个女儿得来不易 当初和朱丽倩秘密结婚后 刘德华已经不再年轻了 除了中西一结合外 还到法国进行人工受孕 直到2012年 朱丽倩才如愿以偿的诞下女儿刘向慧 然而小公主的身体可能不太好 因为港媒多次拍到 两人带着女儿和七个保镖 去医院检查身体 刘德华告诉鲁玉 她爱女儿比爱妻子要多 只要自己在香港 基本上都会坚持早上七点 起床送女儿上学 而且并不只是送到校门口 而是把女儿送到二楼 如今60岁了 刘德华年轻时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一年高产十几部电影 出十几张专辑 拍戏时从马背上摔下 显现没命 但刘德华依然坚持拍完 拍摄拉铁链时 不小心小拇指骨折 现在手指还总是弯的 跳楼撞车 爆破山耳光 刘德华都没有怕过 然而现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天王 却认怂了 因为2017年在泰国拍广告时 他意外坠马 被送到医院 伤势严重 必须休养一段时间 而且他却有一天不顾医生的劝阻 找了两个哑铃 每天抱着25公斤的哑铃 练习90分钟深蹲 他说当时突然想起女儿已经碎了 害怕慢慢就抱不动他了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 他推掉了很多工作通告 并面试了无数家学校 不要求贵族 也不要求国际化 只能让女儿无压力长大 最终选择了只要4000块的平价幼儿园 但这不是刘德华小气 因为刘德华的女儿出生第一年 刘德华就为她花了5个亿 买下了很多东西 甚至还花费了2个亿 下了一台私人飞机 只是为了方便女儿探亲游玩 而选择这所4000块的学校的原因 刘德华说是因为不用考试 还是他特意为女儿选择的 而刘德华的妻子是马来西亚富家女 据说也是星巴克的股东 所以父母恐怖的财力下 刘向慧从小就过着一种公主般的生活 刘德华爆料自己的女儿出生后 他就推掉了所有的工作 在医院陪老婆女儿 三个月亲自照顾女儿 在父亲的劝解下才回归工作 所以刘向慧说是刘德华的心肝宝贝 一点也不为过 每次出游 除了有保姆全程照顾他 还有几个保镖贴身护卫